他向世界宣扬中国70多年,被特批加入中国国籍,将中国国籍当宝贝。 原标题,他向世界宣扬中国70多年,被特批加入中国国籍,将中国国籍当宝贝。 大家都知道在历史上,很多中国人走向了世界各地,成为华裔,他们中有很多人虽然身在国外,但心系祖国,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。 却少有人知道,有这样一群外国人,他们加入中国籍,并将中国视为家乡,一辈子做住向世界宣扬中国的伟大事情。 今天就为大家讲述一个华籍美国人,他的名字叫吴雪莉。 吴雪莉是他的中文名,也是他人生中绝大部分时期使用的名字,他的原名叫雪莉·伍德。 1925年7月的一天,吴雪莉出生于美国的阿肯色州,当时整个美国处于经济大萧条的阴影中,父亲是名外交官,随住父亲工作的调动, 他的整个童年都在漂泊,仅仅六年小学,就换了七个地方。 吴雪莉第一次了解中国,是在一个叫斯诺的作家的一本《西行漫迹》中,当时他只有13岁, 七年后,也就是1945年的圣诞节,连他自己也没想到竟然与这个古老的东方古国结下了不解之缘。 这一年他21岁,他嫁给了一个中国小伙子黄元波,此人是中国农业部特派到美国的留学生。 他们在美国举行了婚礼后,第二年,雪莉便与丈夫来到了中国上海,这一来除了几次回国探亲外,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国。 二十世纪中期,正是新中国蓬勃建设的时期,也是急需人才的时期,在这种背景下,吴雪莉进入到河南大学外语系,投身到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中。 在课堂上,他严谨,灵活,从不照本宣科,甚至自己亲自将《格林童话·安徒生童话》中的名篇翻译过来,做成中英文对照的字编讲义。 吴雪莉利利利利用自己对英语的优势以及对中国的深刻了解,为新中国做了大量翻译工作,并将众多中国著作翻译成英文。 1958年,他出版了第一本小说《中国一条街》,向世界介绍中国。 对于他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上做出的贡献,中国人称赞他为红娘。 1962年,雪莉的母亲道迅夫人也来到了中国,受到州总理的亲切接见,两年后,道迅夫人也来到了河南大学,成为一名外籍教师。 在这一年,吴雪莉利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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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利 有人问他为什么留在中国,他的回答是:"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代表着整个世界的发展,我留下来是为了亲眼看中国的发展。 吴雪莉曾说:"我爱这个伟大的国家,我爱这里的人民,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,越来越美丽。 他早已在中国找到家的感觉,新中国刚成立时,在开国大典前期,他非常激动,并特意定做了一面五星红旗,六十多年来他一直视为珍宝,每到国庆节,他都拿出来挂在家门口。 这样一个来自外国的中国人,令亿万国人无不由衷感佩。 sector宣战 店 店